今天我们来到了Burnaby的Brandwood区域来看一套Penhouse 也来看看Brandwood这个区域的环境 这套2000尺的抵制公寓有三个刀尖灯卧室和两个超级大的机关舞台 这里也有一个露台 这个单位的主卧又有另外一个特点 它就能直接通到这一侧的大露台 也是看紧的 打开看看 这个单位一共有两个露台 另外在另外一侧 冬天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火炉打开 看看夜景也很爽 还能看到当当的海景 看一看另外一套找男的Penhouse 顶层的风景就是不同 Brandwood其实是在Burnaby的北边 其实它就是一个高坡的地市 所以景观会很开阔 在我的左手边也就是这个楼盘的北边 就是这个Burnaby Mountain Burnaby 3 那么再往东一点点的方向 就是SFU学校的位置 所以一直往东的方向走 就是高桂林了 我们再把目光收近一点点 看到那个四个连在一起的楼 就是Concord的Brandwood 那么未来它们还有一个Oasis的盘 也会在它的前边 南边可以看到的就是Metro Town 这个City Build在这一边 那眼前这条就是一号的高速公路 转向西边 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的Occage Mall吗 你看那里头两个像塔尖一样的 就是Occage Mall的商场这个建筑了 从这个顶层公寓了看整个Brandwood 除了看到不少的新建的高楼 还有不少的建筑工地 这就有点像中国大基建的年代 加拿大最近也史无前例的开放了建筑类别的移民申请和工作签证 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相关的信息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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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